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 嗯 我也觉得 搞混了 不知道有没有取缘 嗯 我也觉得 等等 有 等等 有 有 哪取缘 有还是没有 有还是没有 有有有有 有有 说有和没有都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啊 如果有区别 那好像没啥问题 好 嗯 有 那第二个小测验是 有一天一个哑巴他去超市 想要买牙刷 他就跟售后员 滋 然后他就成功买到了牙刷 那有一天一个盲人 他想要去超市买墨镜 他应该怎么做呢 指一下就好了 用手推一下鼻子 闭 闭着眼睛然后这样 对啊那就 就搓自己呗 我是不是要学 然后你就说这个盲人 我不想那样 就完事了 我顺着这个问题的点在哪 你给我解释一下 盲人为什么要这样 盲人是不会说话吗 啊 瞎子应该戴着墨镜了吧 他执一执就行了呀 有没有道理 下次会说话吗 这段能掐了别播吗 哦 对哦 好吧 你终于坑到我了 好吧 盲人怎么去的超市 家人送他去的 嗯 行 对 应该是 要有那个袋吗 好 那请问盲人会说话吗 会 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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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对 他会直接说我要买一空墨镜 因为他不是哑巴 啊 不是 再来 还有吗 我不信 我不信 这位同学不信是吧 那我们再来一个习惯测试 问你平时喝汤的时候 习惯用右手还是左手呢 左手 左撇子 我都用手 哎呦 完了吗 我是左撇子啊 然后 就是 但是从小呢 我因为在中国的时候 左撇子是不太被大陆认可的 所以说我的写字盒吃饭都被我妈妈绑到了 就是强迫用右手写字用手吃饭 但我其他做其他的活用还是用左手 所以我用右手喝汤 真的好厉害啊 像我们都是用勺子的 你看我就这么喝吗 对吧 哎 左手 右手 没事没事 不是 就当我们俩 有一天都残疾的时候 我可以一边用一只手喝 好使用 就一边给你 我勺子的自尊情 右手 好厉害 我们都用勺子的 哎你们 你们这段可以 你们这段是故意了吧 那选手中啊 有一位小朋友 是真正的优秀 成功的避开了所有的雷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瞎子不能说话吗 他不只是说 给我来个墨庆 就可以了呀 有有有有 你们住友们区别 有 哇吓死我了 谁会弄勺子 没办法做 哈哈哈哈哈哈 忙人买墨镜啊 他就说吧 事不过三是吧 我不能为你脑筋急转弯 连耍三次是吧 最后一个 嗯 怎么又多了一个 你要你要证明自己 不过三才第二个 你要证 不是说 这是一个心理中间 平时喝汤啊 习惯用幼血来做什么 我不喝汤 你平时喝药啊 习惯用幼血来做 我不喜欢喝药 以防你在坑我 你平时吃饭是用左手还是右手 当然是用勺子啊 是不是又垮掉了